这天 工长老王正在车间工作 突然一个女同志跑来吼道 赵小玲自杀了 床头有安眠药 还写了遗书 老王大吃一惊 慌乱地冲向女生宿舍 把赵小玲送去了医院 幸好来得及时 就回了一条命 老王虚脱地坐在椅子上 原来老王是纺织厂的一个小工长 但他总给自己定位成领导 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 连家人也不例外 冷静下来之后 老王开始调查赵小玲轻生的原因 却发现竟是因为计划处处长的儿子高平 原来赵小玲是农村姑娘 高平承诺会把她调出车间 还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 却没想到没多久 高平又和一护士对上了眼 赵小玲知道自己被骗了 绝望之下才会自杀 老王知道缘由后 气得对赵小玲师傅一顿吼 你这做师傅的怎么也不管管 师傅很无奈 现在的人爹妈都管不了 你不是做工长的吗 不也看着他吃亏 老王更是欺诈 谁说的 我去保卫处告他去 我们自家员工吃了亏 我这当领导的连屁都不敢放 叫啥领导 说完他来到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一听范式人士高平 连忙把他带进了礼屋 老王本以为处长会严肃对待这件事 哪知处长先是吐槽到 赵小玲就是心理素质差 我邻居那孩子谈了七八个 黄了十来个 眼泪都没流一滴 接着又倒打一耙 不知道你怎么教育闺女的 原来处长把老王当成了赵小玲家属 老王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是工长 你不管我就找厂长 要不然找警察 处长这才变了语气 我会严查 得到满意的答案 老王起身离开 处长却跟上来熟练的敌烟 老王本想拒绝 可对方不依不饶 他只好接过 哪知这烟刚点上 对方又说 现在有些中层干部光抽烟不办事 像你这样又抽烟又办事的人可不多了 老王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何计这是讽刺他拿了贿赂 才会帮赵小玲讨个公道呀 于是他把烟熄了递过去 我抽烟都是自己买的 我从来不收礼 却没想到刚回家就打脸了 桌子上竟摆了一堆礼品 原来厂里的沈飞飞要转岗 于是提了点礼品 想让老王批准签个字 老王妻子本不想收 可看着沈飞飞都要哭了 也只好收下 不过却拿了四罐酱豆腐做回礼 这可比桌上的礼品值钱多了 听完老王放心了 他是不会同意的 厂里培养个人才太不容易了 而且沈飞飞是买了证书 才能去新职位 这是造假 然而他却没想到 这糟心事是一个接一个的来 先是高平找上了门 他仗着处长儿子的身份 对着老王吼道 你算老几 凭什么要管 老王气得拍子一扔 我是他领导 高平笑了 你不就一个破工长吗 还真当自己当领导了 老王气得上去 就把高平双手反压在背后 我要不是工长 你早趴地上了 我玩摔跤的时候 你还是液体呢 说完准备放手 哪知这时主任 却突然冲出来抱住他 高平趁机一拳打了过来 老王猛了 他使劲挣扎着 可主任却始终不放手 终于高平报复一番后 跑了 老王还没来得及解释 主任又恨铁不称钢地说道 你怎么不明白呢 好些不踩臭狗屎 对这种臭狗屎 就要用苦肉计 这不 我让他打你一下 他就走了嘛 老王皱了皱眉 自语道 我咋感觉中计的人是我呢 他郁闷地回到家 没想到一对夫妻 又提着土特产找上了门 老王下意识想要拒绝 可对方却直接跪下来了 原来这对夫妻 是赵小林的父母 两人是农村人 没啥好东西 就带了点自家种的蔬菜 感谢老王的救命之恩 老王不愿意收 他怎么能收礼呢 可农村人老是 以为他嫌弃理清 老王只好收下 还让妻子把仅剩的两罐 俘虏当了回礼 老王叹了一口气 这领导还真是不好当 却没想到 更糟心的事还在后边 第二天一早 他刚上班 就得知沈飞飞要转岗了 可他明明没有签批准书 这一问才得知 是副工厂签了 他生气的质问副工厂 你有什么权利给他签 你只是个副的 可副工厂背后有人根本不怕 你为什么这么专制 我就给他签了 怎么了 说完转身就走了 老王只好找到沈飞飞 拿回批准表 谁料沈飞飞笑着说道 你们家我不是去过了吗 老王这才想起他送礼的事 不过老王不心虚 他回的礼可不清 气得沈飞飞在背后破口大骂 老王心里也不舒坦 这时主人又劝他 四十多岁的人了 怎么还和沈飞飞一般见识 听说他骂你了 你签字不正好是吊虎离山之计 而且在这不也是个形式吗 还有背景 不签字照样走 老王还是丝毫不松口 因此没多久 沈飞飞的背景就找上了门 对方上来就吼 你真不是人 我没招惹你 你为马和我过不去 你不就是个破工掌吗 还真拿自己当干部啊 老王平静地说道 我要不拿自己当干部 谁还拿我当干部呢 说完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这时员工评测也结束了 老王首相的女同志 获得了第一名 老王决定亲自把证书 送到女同志家去 村里的人看到证书 感觉脸上有了光 都热情地要请老王吃饭 老王不好拒绝 于是说道 你们有什么难处就给我说 村民们互相看看 最后一个老爷子 拿出一瓶老椒 希望老王帮他们打开销路 改善他们村的生活 发家致富这可是好事 老王直接答应了下来 然而他却没想到这酒还没卖出去 就被城管以无证经营给抓了 这件事也被厂领导听在了耳里 主任认为老王影响了车间荣誉 虽然老王任劳任怨这么多年 可他年纪大文化低 到员工家大吃大喝 还无证经营 因此免去了他厂长的职务 由副厂长接替 老王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他任劳任怨为员工着想 却落得这么个下落 这些年他那些奖状不是白拿了吗 他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 不料儿子竟主动安慰他 爸 当干部拼的就是文化 文化之上是做人 做人之上是身体 您做人没问题 拼的却是身体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和我妈怎么办呀 老王抱着儿子忽然想通了 于是第二天就去了新岗位 看守洗澡堂 然而就在他任劳任怨的打扫澡堂时 老王看好的小韩同志 却兴奋的冲了进来 原来企业改制实施民主选举 老王选上副主任了 老王一激动 裸着就冲了出去 幸好小韩理智还在 扔了一件外套过去 老王就这样 不伦不伦地 开始了新的岗位 电影以老王的仕途 讽刺了有些人 身在领导职 却不干领导事 有些人就一个芝麻小官 却任劳任怨 为民众谋福利 两者对比显示出了 仕途职场的黑暗 同时也让我明白 只有笑对人生坚持走下去 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要问我是谁 我是努力讲好故事的风格 看完视频的朋友 记得评论 支持一下